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个 我们这儿有位最老的 我们这老大哥 他的名字就叫国庆 他也说了就因为是国庆 所以他爱豆腾 今天是他的生日 所以我建议咱们大家唱一个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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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华民国万岁 对吧 中华民国万岁 而且根据昨天我也说 根据特朗普的建议 今后中华民国要恢复在 这个联合国的 习位 合法习位 而且说了要成立一个 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的 这个民主国家的新联合国 而且突出台湾的地位 同时这个特朗普已经布置了 在中国的周围 已经有十几个国家 形成为一个包围团 所以呢 我们大家现在的话 就是说有信心 所以我说有人估计说 共产党的倒台下台 绝对超过过明年了 就是人家昨天分析了好多东西 不是我分析的 而是别人分析的 特别是在 郭文贵爆料之后 他也说在十一月有重大事情发现 重大事情要报告 要开一个会 那么我们估计反正他 在国内呢 他是希望他能够引导着全国的 这个中国国内的人 把共产党 从这个邪恶的中共啊 赶出中国啊 而这个特朗普的目的呢 就是要带领全世界 所有的民主国家 要在尽短尽快的时间内 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根除 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信心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要对那些 中共内部的那些官员喊话 因为很多郭文贵的材料 就是国内的中共内部的 这个很多的反对派 而且根据郭文贵说 他说国内共产党内的政权内 共产党员 99%都是好的 90%还要更多 他们互相之间都对中共这个政权不满意 所以呢 他们之间也互相斗起来 我们也鼓励这些个 根据昨天我说的这个 他登奥普的这个政策之一 也是要给他们有一个救赎的机会 也要给他们一个策板的一个政策 所以相信会成功 我们觉得很快 过去我们不知道共产党会这么快 现在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有信心了 好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看看大家谁在讲有什么看法 大家都可以发言 好 谢谢 您这个网络我提那个 非得让孙老师跟您一块人家辩论 那个 今天我们到12点钟就结束了 尽量快一些 我发现就是昨天 我们传到网络上很多东西 很多朋友就是说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这边大会的召开 昨天我回去的时候呢 后来白夏老师给我打一电话 就说 因为他呢 是这个政治学院的教授 那里培养了很多法国的总统 还有总理 还有法国政界教育 白夏老师很久 中国大国也不让他去了 所以那天 那天他在这的时候呢 有些话他不方便说 不方便说 所以说 当然他也跟刘老师很熟悉了 他也坚持那几年 但他当年可是 我们法国当时五月风暴的时候 那跟人民警察对干 他们那边的第八大学也是被警察打死了 七八个学生 那时候他们也举着毛一步 那是很革命的 然后他也是最早一批去了中国 包括玛丽女士 也在七十年代后期去了中国 怀着最红色中国的向往 因为当时我在这边看到一小的 小本的这个法轮板的暴雨 所以他也曾经革命过 这个历史上 那现在呢 就是说 他说也很支持大家 但是他变 因为他现在 他们的大学呢 就是这种学院跟中国呢 中国现在还邀请他们 因为有一个协议 所以他也要去那边有个国有奖学 但是他要是在法兰西政治学院的时候 谈什么革命啊 什么非暴力啊 都可以自带谈 因为下边是什么 是法国的学生 或来自欧洲世界的学生 学者 但是我们这个很明显 我们贴一标签嘛 我们是很多朋友是反共的 反专制的 我们是这么一个团队 所以说他真的谈的是有难度 这些贾老师呢 是这个生日啊 也是中华民国的生日 那我们这舞当中呢 有很多 其实跟那个中华民国有关系 盛雪女士有 然后那个东海在吗 哎 这吴东海怎么着 刚才在这儿 又要消失了 吴东海 吴东海 你别看他那样 他那个 祖辈都是陈城的 那个什么社会长 他们这个家族啊 有七八位都是抗战的时候 这个牺牲的 所以说他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啊 那盛雪你是不是先讲一讲啊 中华民国 那是中华民国的这个生日 你的父亲啊 我们中美大学校长 祖父 祖父啊 祖父啊 我简单说 对 也说几句 你先开个头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是因为考虑到今天是 其实昨天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中华民国的生日 在台湾了 那么我呢 是在推特上也发了个推 我在这之前 我也曾经有过 就是在 这样特别讲到呢 今天的国民党 我是觉得是令我们 非常失望的 有这方面 那么特别是 他在这些年 跟中共的这种合作 勾结 以及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呢 他是背弃 当年中华民国建国时候的这样一个体验 有点敏感 其实不用话工也够了 那么我的这种感受更深刻 是因为我家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历史 我的祖父是在 1894年出生 后来先后在中国 就当时已经是上大学期间了 后来1919年到美国留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 是张作霖先生开始创建东北大学 他在美国就写了万言书 建议东北大学要设立成一个西方现代文明的这样一个学校 所以呢 他为东北大学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经验和他的这个思路 那么回到中国之后 他呢 是先后是做过东北大学的法学院院长 后来做东北大学的校长 是从1937年做到1947年 那当然这个前前后后 因为那个时期本身也是非常的动乱 所以呢 他做过很多的职务 包括做过天津市的市长 做过延湖地区的保安司令 做过民国的这个中央经济部的顾问 做过很多很多的职务 在日本投降之后呢 他还被委认为东北地区的教育接收大专员 那么在他的所有的这些人生经历当中 那当然他自己呢 是学经济学专业 也在美国学过市政管理 所以他在天津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市政方面是很有建树的 他自己也写诗歌 也写词 也有很好的这个修法 那么他的所有人生经历当中 我最为敬仰他的 恰恰是一点 非常非常可贵的 就是在那个时代 整个共产主义思潮 席卷全球的时期 我的祖父非常清醒 从来没有蓄意 被这样的一种共产主义思潮 所蒙蔽 所误导 他从始至终 他所有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 他的诗歌 他的演讲 所有的东西 都明确地记载了这一点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清醒的 反中共的这样一个人 从头到尾 从来没有中间 从来没有迟疑过 当然了 特别是在他主政东北大学期间 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抗日战争 东北大学从东北流亡到中原 然后呢到了西安 最后到了四川 所以东北大学在四川待了十年 就是特别是在这十年当中 是我祖父做东北大学的校长 而且把东北大学建设成一个一流的最好的大学 那么这当中呢 当然1949年的快到九月份 好像是六月份 他才渡海到了台湾 那么到了台湾之后呢 他出任了反攻杂志社的社长 在那个时候 因为很多人从中国大陆逃亡到台湾 那么呢 因为感觉到中共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气势 觉得中共有可能渡海 打到台湾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就从台湾又流亡到美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很多台湾人 那么有一批人呢 到了台湾之后 也有一点就是宵禁 就是沉静下来了 怕中共打到台湾之后 遭到清算 所以当我祖父出面 来主政反攻杂志社的时候 有人就警告他 说你这么激进 他说如果一旦共匪 这个过了台湾海峡 你可能命都不保 我祖父说 如果中共过了台湾海峡 我就跳海殉国 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国民党人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气节 今天的国民党 还有没有这种精神 他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对国家 对人民 对历史 对未来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我没有看到 而且呢 特别是以连战为友的这批人 他们完全背弃了 国民政府 国民党 留在中国大陆的 那些几百万 上千万的 他们的那些家属 亲人 他们的这个 部下 他们在中共 这样一个暴政独裁 长期的残酷的 这种迫害之下 对他们所抱有的那种 期待 所以 虽然我是一个民国的后人 我是一个国民党人的后人 但是 我对于台湾的自由民主 那支持是超越党派 我不会仅仅 局限于 我是一个 国民党后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 我特别关注台湾的民主化 特别关注台湾的这个整个 政治形势的这种演变 那我非常欣喜地看到 台湾的民主在成熟 在深化 而且呢 政党轮替了好几次 那么当然我也看到了 中共对台湾的大力渗透 去年夏天 我们是七月底的时候 在台湾访问 我们秦敬主席当时 还这个救了我一下 因为我们到101的那个高楼去 那天呢 去这个 我们去玩的时候呢 一下车一看 一群人在那边挥舞着五星红旗 唱着共产党的这个红歌 然后在那喊口号什么的 哎呀 我说这个情况挺有意思 当然我之前我是知道的 我也看到了以前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 但是你自己本人亲自到场去感受 还是挺震撼的 我就走过去了 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哎呀 他说 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庆祝这个中国的什么强大呀 经济发展啊 我们希望 中国跟台湾统一呀 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说 我说你们有胆量 你们就到天然广场去做这个事 而不是在这做这个事 那个人当时一愣 他还没有怎么太反应过来 但是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在场的法轮工学员过来跟我说话 因为那些法轮工学员他们都认识我 结果这么一说话 那么其中的一个人高高大大的 就过来 就发痕了 他说 啊 你是法轮工学员 你是什么 蚊子 什么人的 我说呢 我不是修炼者 但是我是坚决支持他们的 结果这个人就要打我 他就特别气势汹汹的那种 他还拿了一个小的一个摄像机 特别小 他就一直拍我 然后就就是非常近 就是脸对脸的这样子 就一直骂我 后来是因为那个 一个是我们民阵的另外一个朋友 从一个洛杉矶去的 傅军先生看到我 拉队了 就回来找我 一看他们把我围起来了 所以那个傅军也是冲上去了 然后秦静过来就把我拉走了 我当时还跟秦静说 我说你要拉我 我心想 我看他们打我 让他们打我 当时在那报警 也给他造成一个这种国际事件 真的太嚣张了 那么 这种情况 当然可以说 是民主被利用的 这种 这种情况 就是在世界各地 其实民主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上 是会被利用的 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 今天我们特别要 关注到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渗透 中共怕台湾并不怕它独立 怕的是它的民主制 对中共这样的一个政权的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保卫台湾的民主 这是我们中国大陆民主人士 民运人士的其中的一个责任 现在呢 有几个朋友 特别是发起了一个叫做 支持台湾志愿军行动 这个当然志愿军这个行动呢 听起来好像是要去参军打仗 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呢 我们自己自愿的成为保卫台湾现在的自由民主 这样一个制度的这样的一批人士 那么如果有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行动的计划发给各位 看了各位是不是愿意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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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还是第一届的国大代表 所以呢 他也是跟着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整个发展历程 就是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想一想呢 中国 你想一想我们这个中国社会的这种演变呢 是令人 伤痛的 因为呢 这一百年 不仅仅是白走 在中国大陆 而且呢 完全是倒退 从 这个整个社会的人文 环境 理念 文化 历史 方方面面 全方位的 会它 全方位的倒退 那么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 作为中国推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这一批人 那么我们就毫无疑问的 同时就肩负了这样一个责任 不是说仅仅是去推翻这样的一个独裁暴政的政权 而是呢 如何去最大限度最大能力的保存在整个的这个中国历史上走到这一步之后啊 曾经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政体 他的这个法统 他的道统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精神 当然我呢 个人呢 我无所谓是不是一个作为就是这个叫恢复民国 或者是我因为我是我是这样就是任何一股力量在推动中国的这个自由民主往前走的时候的任何尝试我都是尊重的 我都是尽可能的愿意形成一个合力当中的一个分子 那么到底中国能够回归民国的这样的一个道统和法统 还是说呢跨越这样的一个阶段走向更广泛的一个现代现代西方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都是欢迎的都是乐观启程的 所以在这个身份上我是不介意的 我是不希望被固化的 谢谢 本来啊 我们这个班这个人会是最早这个新老师 新老天老师啊 他说这个呃 因为我没有到纽约吗 没有到美国 美国那个因为我们新老师那一群那个我们 中华民国呃光复派啊 这个他们开很多会 因为我我跟新老师也是很熟悉嘛 我那年是九零共产党 然后我在那个 我是从瑞典 瑞瑞瑞瑞去英国 然后我跟新老师在那个 亚乌学院 仁敦政治经济学院 然后后来他又在建桥 在那儿 还有李吴金吧 他做演讲啊 在仁敦政治经济经济我跟他做演讲 所以当时 在我们看过很多片子 那片子是新老师的那谁是新中国的 后来他说你去不了那边 那边很多的老朋友都见不到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法国召开 啊 结果在法国召开呢 这期间呢就是 啊 就往那台湾田那边 我想我们 应该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 所以说这个越来越扩大 所以说就是 现在我们所有开成这样的会 新老师呢 他本来就是要来的 一个是他身体 第二个就是 美国的光复会 他们搞一个光复电台 啊 就必须让新老师呢 去那里 啊 所以说这个 我当时就说 那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呢 很多朋友呢 这个 所以新老师以前来过三四次 嗯 我们家里也是跟这有关系啊 由于 我的爷爷 爷爷的爷爷大概都是 跟那国民党有关系 然后我的书白大爷是 是二十 叫什么西风口战役大刀队的啊 所以说后来 他晚年的时候呢 但是他是国民党 所以说一到这个 八月渐进节啊 我的那个书白大爷一看那个 那些解放军什么 退役的 在一起的吃饭嘛 这里都给他们组织吃饭 他就在外边骂 说你们这帮人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 我是跟日本打 因为他肩膀有磁刀嘛 那边说你别骂老大爷到里边来吃饭嘛 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 当然我妈 我妈妈的家族也是这种情况 我以前老说地鲁 什么国民党兵都是坏的 所以我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他们是怎么的 各系练呢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 八九年的时候我这个受伤在北京村医院 我隔壁就住一个人 一个岁数很大 他说他的解放兵 原来就是当地投降 后来他说 哎呀当年我还不如在锦州的那个 这边城楼下 多杀点 不然就不会啊 让你们挨住的子弹 因为他是他说在锦州战役的时候呢 他这个机枪连呢 最后没让一个解放军上来啊 所谓的共军 让共军的尸体都落到城墙了 但是他另外一定被人突破了 所以说他自己就被抓到的土墙了 那这里呢我们还有这个东海啊 东海的这个家里呢 也是这个民国的 然后几个人啊在抗战的时候牺牲呢 哇 看战了十二个 好给你五分钟之间讲一讲 好 好欢迎中文 各位老师大家好 因为我是没有文化的讲话 讲得不好 请你别切换啊 我爸爸是国民党副总统的 呃成成的 呃成成的 市委长 市委长大家知道就是保护成成的嘛 很忠诚的 我们都非常忠诚的 到了呃成成呃 呃成呃 呃成成呃 呃成成呃 撤退到台湾的时候 嗯 嗯 就是叫我爸爸去 我妈妈不去 后来你就没有去留在大陆 比如大陆当然讲翻以后吧 不用说什么呀 那我们自己 如一线以后 无论解放以后 如一线以后 但是你 我们写到这个 我们自己就很不累了 好 我们家里 我叔叔 我叔叔 哎呦好 这个叔叔 有舅舅 我上面有好 这个哥哥和姐姐 统统都是看着战争 死完了 然后呢 就是流线后铃 因为我们家里 我爷爷五兄弟 虽然是地主 但是在地面的贡献 相当大的 有什么东西赚钱 怎么样 我到现在我也喜欢赚钱 照桥找什么 把什么 对于那些丛林的帮助 都是很多的 可是呢 我爷爷五兄弟 就杀了四个 有一个爷爷是在温州 上海做生意的 从上海生 他看看 他跑回家 后来讲话了 又抓了 又又羌毙了 我一个小爷爷 是上海政治大学 毕业的 文学很好的 本来是 选上这个 清点县县展的 我共产党他说 这个人啊 读书文化太好了 太厉害了 把他杀掉 从清点 送到我们北山 地方的时候 跟我爸爸一起关系 他还给我爸爸讲 今天早上叫家里送点吃 我们等一下回家了 我爸爸讲一句 叫他是叔叔的嘛 小叔嘛 你们要想他太天真了 现在我们是除业的 就是攻击了 就是雇年三十年 我们那农村不是杀鸡的吗 除业的攻击了 要杀不杀 他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 不会那么连续的 我们又没有办法 好了 那么那一天公审大会开了 我这个小爷爷就签币了 我爸爸去管了 一共签币四个 还有一个 来在法国的 回去的 买了田地的 后来关在牢里面 死掉了 那么我妈妈 他为什么不去台湾呢 他说 因为我们为了抗日战争 死了那么多人 现在还到这样子的地方 怎么不去了 回家 毛泽东 这个思想工作做得相当好的 他说你们的 有钱的人 你们的什么 不会把你们的财产没收了 你们自动的捐一点 我们没收 自动赚钱 这个是应该的嘛 我也是社会会回家 后来 后来就 不是说赚钱了 是没收 毛财害命了 就是 不是说 把你拆哪个 被人杀了 但是这个历史兵 我是相当清楚的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说我 学校里说 我是反革命的儿子 是地主的儿子 我是输友在台湾 我就就业在台湾 他说你 你家里人 你就不可以读书 后来我们想办法 后来又等了第二年 才去读书 读书了第一天 进去读书 因为我爸爸 有文化很不错了 很好的 有时候在教我们 学中文 我爸爸说 你中文不学起来 以后台湾回来 你当官都没得当了 你们真的不会写 文化一直在语头 偷偷给我们讲 你不要 别人不要学中文 一定要学国文 国语了 我们就国语了 我爸爸 后来我第一天去 写字写得很好 前面一行的一个同学 他爸爸是 因为共产党的 做什么的 他是大班长的 其实大班长 他文化一点点 他拿起来削 那个铅笔的刀 刚上学不是很利的吗 那个铅笔 一刮去 整个刮乱了 我这个指头相当就穿不起来 这个金刮断断了 后来我小学毕业 到了五年级的时候 写一个座容 作为写得相当好 后来呢 写家事 家事里把邻居请过来 他说 假看钱什么人什么人 地主是压缩农美的怎么样 然后呢 老师他是不是给我一个人的 他每一个人回去 给你问你父母 怎么家庭是怎么样 我不敢 我知道 我爸爸我不敢问你 问他 他骂了 你要管这么多事 牺牲不要洗了 后来呢 我就偷偷地去问我奶奶 我奶奶呢 他会给我讲的 讲了呢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洗出来了 我说我们的地主里 不能去过去 你们搞错了 后来我就开除了 那小学毕业认出了没有 后来 后来呢 我爸爸把我送到温州去读书了 但是在温州呢 我非常喜欢诗歌 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在温州 整个温州市里面那时候 写诗里都还写的 算是可以的 因为在温州总书里 因为费用很大 我们是农村的 没有这个经贵 毕业的商量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这个我家庭的历史 但是呢 我不管到哪里 前面是大山湖海 万丈生产 我为了人民的民主 为了国家 为了为了中华民主 自由的师妹 我现在没有不注视了 国家会有钱给我吃 我就是 想做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大家 是吧 这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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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陷你才收上 这个什么六根火啊 什么这样子 是吧 是吧 这个 我这个 这个大象呢 这个象啊 是我在法国印的啊 印的时候 因为这个你知道 上网络找这种清晰印帐 没有 没有 我让国家图书馆 我一个朋友 他北京那个 他从里边给我找来 给我发过来 印完之后呢 欧洲的这个国民党党部 法国民党党部啊 其实这人很多 很多国家 没有国民党党部 他们开国民党 什么大会的时候 就把我这借去了 说你那有一个 啊 借去之后呢 他们去很多人 好几百人在这吃饭 热闹着呢 也十个人一说 我也去了 我一去就愣了 我说为什么 他把那个 什么天下围攻啊 革命稍微成功啊 全哲 哲去就是中间这点 当时我一问他 我这干嘛给我哲去了 他就怕这个 下边这帮人看到 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稍微成功 当时我就找那个广堂 我说 那书记长 我说你 可凭什么给我折去呢 我说你们成功了吗 你要成功的话 那现在中国大陆还沦陷呢 而且你们现在还在野党呢 怎么成功了吗 你革命没成功 你就同志 是不是要努力啊 那天下围攻也弄下了 你这天下是哪天下 就台湾一语嘛 让我问他想回 我说下次你要借我 你带给我窝回去 你现在就给我窝出来 要不然我抱 我也不吃你这顿饭 所以他们又弄出来了 不但我 他还犹豫的时候 有几个老婆 你哪上去了 我忘了是谁了 上去就骂他 说你们这帮啊 跟中共亨歇一气的 混蛋啊 把树山先生的这个理念全忘了 你什么挂在总统府的树山先生 还挂在那里 你们干嘛呢 像那宣誓也假宣誓 除了我这个敬钱的外表 没有敬钱的实意 所以说我的印象很深 就这么一件事情 你就说这个 你说让我们 我去台湾也是这种感受 包括我昨天说我们那个 我们昨天会场上 当然没有那五百人 他们吃饭 那个十月九号 十月七号吧 他们在那个 潮红饭店 那个 那帮人吃饭呢 唱国歌 叫我一个 说音乐 原来叫我一声在唱 他们是哼哼 好一百人啊 然后一般人在里说话 至少昨天人家 这些小孩 炎炎素素的人在那 但是你知道那些小孩在那里 他们负责那小孩啊 拉提琴的告诉我 如果我参加这个 是不是如果将来 你要是去中国 什么艺术交换 或艺术交流 是不是不让我进去 这种恐惧啊 就在我们中华民国 这个台湾这片土地 这些孩子都是这样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我们来上台 讲讲我们什么 我来算了 因为本身就是快乐点 艺术点 都不谈那些就完了 你就说这种恐惧 让中华民国 台湾那边土地上 都是这样 对岸就是这样 所以说革命成功了 同事成功了 但是我自己为什么 还是有点那个 民国派的感觉呢 就是因为 八九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四月份 大国行的时候 那儿就有一个中山巷 但是沃凯西就在那下边 我们看这一百多年里 最大的一个早期那些革命党人 还是早期那些有点理想的人 这个老魏跟我 我跟他聊过一回 早期的革命党人 还是共产党人啊 起码有一帮理想主义的人 认认真真地干成一件事 也许有时候干的事 不弄理想 甚至混事 但是这帮人就说 我想干一件事 今天脑袋喝出去 也就干 所以说我们去那个 中华民国那个新天祠 刘和真君 昨天我那个片子 那几个台湾的小孩 还说你给我拿过来吧 是不是你们制作的 我说那是我们中华民国 百年 一百年的时候 录会制作的 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你说这倒一股什么状态 当然台湾人有自己的生活 很快乐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下一个 对啊 我们昨天放那是一百年的 这个 这是一百零七年 我昨天放那是一百年的 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些事情 这个 翔老师 就是开始你了 这个 十分钟啊 不能超过 两个人 我们今天这个 翔老师 十月十号 今天过了生日 我们后边没有来的 向他鼓掌一下 祝贺今天他的生日 十月十号 谢谢大家 为我这个 唱一首歌 这是我一生的生日当中 最愉快的 最有意义的一天 这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海外护照 我是身在中华民国 二十三年 就是一九三四年 十月十号 我们是国字背 所以叫国庆是您所当然的 这个呢 六四以后 我就把中共那个护照 就换成这个 因为我的背景 很容易就换 我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先讲 我的祖父很简单的 它是一个大成岛 你们知道吗 大成岛 五五年的时候 将近国 那个兵舰 整个把大成岛的 两万多人 就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转移到了 台湾 台湾有个叫 大成一包 大家说听说 一个 带他们很好的 生活安排都很好 我这个祖父 十六岁 就是去经商 他是这黄雁县 你知道黄雁历局吗 黄雁县 到了大成岛 去 去这个 当个学徒 或者发展 他再成为了一个 大成岛的首富 最有钱的了 那么我父亲呢 他是大成岛的 历史上 一个第一个大学生 他是 蒋介石的学生 就是中央政治大学 现在 台湾的就是 叫中央政治大学 他是学经济的 不是学政治的 所以 因为共产党不会经济这一方面吧 共产党打进的以前 他就是 早就地下岛 有很多性 那我父亲是在上海 财政局方面 也是一个 中高的干部来算 这回备党的感 他在抗战的时候 一直在 四川 绵羊 重庆 成都 各个方面 他是一个 相当高级的官员 就是说 几个专区 他是一个 独裁员 就是税务方面的 那么 抗战胜利以后呢 他就到了杭州 到了上海去 工作去了 那么这个 共产党打进的以前呢 就是 暗中 帝了很多的信给他 知道他是学经济 就是说 你尽量的 这个 保护你这个 怎么说 保护你这个单位 不要离开 就是意思就是 叫他 怕他去台湾 就是 不要离去 那么我父亲想 他是一个 学经济的吧 我父亲一向都不问政治 他说大概以为是没有关系 后来呢 58年 57年他都没事 58年呢 柯青师 你们都知道了 柯青师 他将军马屁 叮当响的那个 曾经到上海 进一把手 他说照我看 有很多漏网的用牌 他说58年 那么他就把这个配合 这个落到我父亲的头上 其实我父亲 就是说不问政治 那我们去的什么 这个反右座谈会 都不参加 但是呢 他是上海 黄埔区财政局的副局长 也是一个 就是所谓统战的人士 他是国民党 民阁的嘛 他平常也没座谈 就是说 他因为是局长 就是局长 办公室里头呢 他们就收集 他的那个证据 就在他闲谈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过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 照我的看法呢 他说 治国应该是 法治 不应该是 人 结果到了这个 二十多年以后呢 他就这句话 把这诱犯 这诱犯 对他算是比较客气的 上海的专条 向他去 也是老改 帮 高气质 帮回跟 他们鼎鼎的 吴英 那个 远中的老太婆 那个演员 他们一起 就 在那里劳动 那么 后来呢 二十多年以后 不就 那诱犯是没平反的 又犯灾瓦 灾瓦的时候呢 那些工作人员 都是年轻的 他说 哎 他说 看他的那个原始材料 他说 哎 贾老 你当年说的这句话 很对啊 他说 现在报纸上 都在那个 那个宣传 国家一个法治 不一个人质吗 哎 你就不就说了这个话吗 那我父亲呢 也跟他们说 他说 哎 你不知道啊 这么一文 我说对了 才会被打成一路牌点 他说 怕也不怕 那么刚才呢 我听了东海的 那些类似 我想起了台湾 有一个画家 叫施泽山 他的太太 我们就一起吃过饭 他说 我看你们 大陆出来的很多人 家家户户 都有一本血泪 这样 哎呀 我听了 我不说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 如果我的名字 当然这个 我还可以说一个吗 我在 牛棚里头 大家知道牛棚吗 年轻人不知道 牛棚里头 共产党等人的 就是在本单位 失去自由 把你管制起来 这个牛棚 我们自己叫老牛门 那个是我们的家 是整个舞团工作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 我是做什么想象事情呢 什么农户到农场 农户到也都去过的 那么这个刚刚这个事情嘛 我回到那个歌舞团 歌舞团呢 文革刚刚开始的第一天 六六年 从 那是家庭客舞团 从四楼到下面 一个很大很大的 这个 这个标语 就是 你看 从四楼到地下 是什么 一个标语说 贾国庆 污蔑 无产阶级专任 比法西斯还坏 可怕吧 等那个时候 哎呀 我都懵了 很多人都怕了 这个话 就当时是 了不得了 你可以去枪毙了 哎 哎 那么从这斗 我在流泳里 都待了四年 哎 我在英学院啊 不够学了五年 他就待了四年 各种 侮辱 各种劳动 各种 剃斗 然后 我们叫 人家说 后来问我 你坐过飞机吗 我说我坐过 喷气式的小子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叫喷气式的小子 哎 那些火锅兵们 一脚踩着 一个手 他拉着 什么样子 都是这样子 我说我没 就是为了这句话 我说我从来没 就说过这句话 嗯 我现在可以 跟大家说 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当时 因为我也是 不问政治的一个人 嗯 这业务就是 非常的 专业的一个人 那么我就 大会到我 我就说 谁 能够证明 跟我对峙 我在什么场合 跟谁 什么原因 说起 说起了这么一句话 没有人呢 哎 那么这个事情呢 到了这个毛泽东的警刚山 啊 那一军代表面 我还是跪在那里 他们的宣判 就 我受不器同行呢 嗯 还有什么 嗯 我说你找不到证据 我没有这么说 说过这句话 后来呢 最后呢 这个 是怎么样 把那个档案 就是我们原来的 那个第一把手 就是 就是党这部书记 一个国家团队长 他东北人 叫张云生 他也 嗯 和我们一起 有朋友 他经过冲刑 后来来那个第一把手 他是富人 他突然 这个贴梁发现 也不是突然 还有原因呢 他解放了以后呢 他还有权 看我的档案 他就把里头 档案 一条纸条拿出来 这个纸条 我告诉大家 就这么大 就这么宽 加国庆 污秘 无产监专政 比法西斯特 下面有署名呢 这个人叫 博生 这个博生是谁呢 是我们歌舞团的 原来一直就 歌舞团有人要配器嘛 上面的 他是拉小提琴的 嗯 但是没经过正规的院校 他就是 这个 等于 等于 叫什么 自学成的探索 他普的东西 他没人普及 那么我从浙江调到那里去以后呢 第一次他们要用的沐琴 一组的诅咒 其中有一首曲子呢 是我们贺院长 贺鲁丁的 呃 我又配器 我又配器以后呢 他们排练他们演出 到处去宣布演出 反应非常好 连歌队的人都说 哎呀 你写到哪里 这个倒没什么 因为我是学这个 对吧 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山脚窝 就是没有经过 专业训练 他们写的是 就是乱写的 那么 我写的东西呢 就是 我们这个 总部叫 这个质体 啊 质体很丰富 啊 和弦 和声也配得很丰富 然后 然后 这个 有层次 有高潮 那么 这个 这个曲子就 很深重了 啊 那么 哎呀 我一看 哦 原来是他的一个 这么一个误告了 实际上 就这么一条条 使我失去了 四年宝贵的成全 这个时候才三亿几岁 哎 那么 我现在讲 那个 张元胜 他为什么 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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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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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他觉得 对我们不起 对 他整个 党支部 就是为了 这个 先把我抛出来 对吧 我们的大伦 他知道 他们也会 冲击的嘛 先把我抛出来 就凭这么一个 小小的 纸条 那么 后来为什么 我分析他的 天良发现呢 因为 他是二婚 他的老婆 是江西省金剧团的女老神 女的唱老神 他也是共产导员 他看不惯这个文革当中 包括他的战魂 受充实 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 杨倩 这个劳动之后 他自杀了 这个对他 郑重很大 他不说 他知道这个 运动太残酷 所以 他明白我这个情报 从头到尾 完全是冤枉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 纸条拿出来 叫 我纸条 赶紧把它烧掉 其实应该留着做纪念 比较好 那么有人分析 这个国生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们说 他这个大地主 家庭出现 可能 借 郭敏礼 就发现这个不满 我觉得 这个分析 好像有些道理 对不起啊 我刚到这个 巴黎的时候 去介绍了贾老师 贾老师还一岁 就是什么 破坏大云信 破坏大云信 为什么破坏大云信呢 就是因为这个 人家这个 他在音乐学院 他在复旦大学 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人家比他差很多的人 说我要 一天写一百首书 那个人说 我要写 一年写几个教养乐 一问他 我就写几个小调 说你比我们都好 你写几个小调 然后这个 他说你破坏大云信 上一次啊 这个 我大半没下 我冲着那里 他是放卫星 我是五八年毕业的 毕业班 这是五月份 差一两个月 我就要毕业了 我哪里有时间 我只是写 那个业作品的 交响师 交响师 就叫恐惧中南飞 是中国的 有名的悲剧 那么很多人 不是说写几个歌 他说我三年超过 北斗魂 我两年超过 罗扎特 有人说我一年 他写几部歌剧 几部交响乐 你说我当时懵了 我就傻了 我一看发言的人 他一首儿童歌曲都没写好 都没听见过 他写什么旋律的 一下子蹦出了 要实现一流动作学家 不可能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叫理论作学系 不是大家都做 没几个作学 理论的很多人 毕业出来 教和声 教阅力教授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告诉你 这个主持的学生会是 这个我们就复生了 刚才一句话给你讲了 那个上一次 这个袁老师到我家里 到我家里 然后说 哎 这个我今天看我这背景是中山先生 说这我先批一批 一转身 我那一大国旗 这国旗我也先批一批 我说得了 我把中山先生卷起来了 我这放这边吧 你既然在我这直播嘛 那后边是我们教会十字架的 他也可以 但是我说 老为什么老回归中华民国呢 实际上 包括国内那么多知识分子 还要包括许多的这个我们泛兰 这个同盟的国内这些朋友 最大的一个就是比较 今天的中国人民共和国 共产专制政权 那民国的时代要脚比之差 要强多了 人家会给予许多的这种意思 我觉得我作为这个现在的 从89过来这么多年的 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人 比起早期的革命党 那种牺牲的精神 我们做的不够 至少我做的不够 差远了 那像林军民军 刚跟老婆结婚 第一轮枪第二天在广州就去起立 这怎么能做到呢 你看他那写的语气 还有其他的感情 就是说 真的 有时候我们想要面对一专制政权 我们得不到这么多支援 实际上 初二纪的 我一直期待 我们真有那么一批人 像早期革命党人 朱然先生带他们 遛那种状态 朱然先生来过巴黎 那么他在欧洲走一圈 忽悠了一圈 结果只在于历时六个学生 然后在法国四个学生 然后就在我们那个不远的那条街上 请他们吃饭 中山先生 那四个学生请中山先生吃饭 吃完之后 四个学生跑到中国大使馆 还把中山先生那包 盯上走了 那包里有什么 有国内同志的名单 结果当时这个我们大使馆的村大使 就是大清国在那儿村大使 可能还是那乔治三公里 今儿三个大街 他拿到这包之后 我向你请过 孙大人就让别人把这四个学生抓起来 上去一阵把这个大板子揍 说你为什么打我们 我们是笑中大清朝 说你既不忠又不孝 你作为大清的子民 勾结乱党 这不忠 你不孝什么 你这个不忍无意呢 对不对 既然跟他们在一块 你为什么出卖他们 所以说后来他又把这包还给了 这个中山县城 那后来这个革命胜利之后呢 山东的那个 那个都军啊 就是这个孙大使 所以说历史就是那么这个 调诡 好我们下边摆这时间呢 就给这个秦记主席 还要讲一讲就这个 谢谢张建啊 今天这个活动很特殊 双十对我来说呢 我最早的记忆是双十 我是后面不排 什么叫双十 我只记得叫双十协定 中学的时候学的课文里面是双十协定 说是国民党撕毁的那个协议 那才开始 那是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个教育 后来才知道双十是中华民国 就是建立的 中华民国的那种起源 就建立起来 说起双十呢 就让我很感慨 我们这场运动 我们当代的中国民族运动 其实还是双十这个运动的延续 孙中山先生 欲学奋战 经过了从他第八九几年开始革命 上书李鸿章以后 他开始革命 一直到1912年 有一个很偶然的一个秘史机会 这也是一个整个国际形势和大清王朝的形势 促成了武昌起义 才促成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虽然说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是把它看作有很大偶然性 但这里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 也有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 一个是 大清国的国门已经被打开了 所以在很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书 叫《橡皮推翻满清》 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很有道理 那么大清 大清到了以后 就是民国双十 很可惜 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权力的支持下 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预辅之下 能够在中国席卷 把整个中国带进了共产主义的阵力 实现为专制的抚平 所以我们后来到七十年代开始的 民主运动 当代民主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 反不平的政治运动 从七八年的希腊民主党到现在 我们已经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 还没有取得成功 虽然说是我们这些人一直在玉学奋战 几十年来 我们民主中国政权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九年的时间了 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历史的拽劲 我记得在十年前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大清已老 讲过一句话 三共论 共产 就是大清亡于共和 民国亡于共产 共产最后就是亡于共产 我们现在共产的迹象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想到此我觉得我们这场民主运动是跟双十 有着秘密可分的关联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看国民党 国民党人 跟孙中山推动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蒋介石打败了力学奔战 经过了十五年的抗战 迎来了中华民国的战力 但是很可惜 整个共产主义席卷了中国 所以他退出到了台湾 所以说在他的信念之下 就是一直要返回大陆 中国民主运动 八二年底 八三年初 八二年八三年成立的时候 能够在海外民党能够得到 中华民国得到奖金的很大的支持 跟他们的心结有很大的关系 到现在 我们又在等待着 有新的历史机会的出现 以后的国民党 就有点一些不一些了 到了马英九 马英九虽然说是民族 夺回政权 执掌巴引 但他没有一个有效的 重新振兴国民党 以后现在也交给了吴国雄 今天在座一位朋友 吴先生 他对吴国雄先生还是本家 可惜吴国雄学生 在我看来 凶无大致 所以我们对中华民国 吴国雄呢 吴国雄呢 就是说整个现在国民党 基本上对中国已经 没有什么情怀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 我感觉到很悲哀的一部分 很悲哀的一部分 但是要看到今后的中国 今天这个国民党 在广义悬挂的孙中山下 新浩年先生一直推崇 回复民国 回到中华民国 当我看到的眼前的景象 也许 我不希望是 但很有可能是 中国未来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 中华民国也难以重新恢复 它会出现一个新的国 因为现在的中华民国 主要执政的是 蔡英文 民进党 对于他们来说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 台湾本土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青年 等到中国大陆 一旦发生 巨大变化 中央权力 是衰落以后 这是他们飞鸟出的最好机会 而且在这个时候 由于中共在中原大陆遭恶 使得新疆人 威吾尔人 藏人 只要有这个机会 还有团人 大家都会飞鸟出 未来的中国 是个严峻的中国 虽然说 有可能带来政治大变 但是政治大变以后 还需要我们全体国人 努力把我们这个中华大帝 能够维持住 真正的实实在在 走进民主的这个轨道 未来的前景并不乐观 但并非并不乐观 我们就不去追求 我们还是要去追求 我讲话一向比较低沉 一向比较悲观 看到未来的景象 不得不为止 感觉到重新 我先说这些 谢谢大家 昨天的封腾德呢 就是传言年来2589 一个学生领袖之一 他给我打电话来 你这个护照怎么样 我说现在是五年的旅行政线 他说那个去不去印度 印度干什么 原来去拉玛加的这个第二故乡 第一故乡 从达兰萨拉 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签证 印度对这个政治庇护签证很小心 因为他们许多西藏的 其实在达兰萨拉政治庇护的地方 也想办法到欧洲来 我说去干什么 说见达兰朗 我说见达兰朗 我说见达兰朗 我说我见了很多次了 他说达兰朗说过 要回到中华民国 后来我一看真是有的一段 他那意思在中华民国的时候 当然比中华民共和国 对待他好 他们那高度自治 达兰朗的待遇还很高 多少两红金 多少两白银 我现在还查了一下 还是不少 他在中国那时候 还内忧外败 外败的时候 军阀混战啊 日本侵略啊 那就是也没有足以 就是 当然 习近平先生认为 就是这五族共和 尊重各个民族 那个时候 只要比中共做得好一些 我到时候来说吧 我还准备去澳洲 跟蒋文正打一圈 那个实际上我也跟西老师说 我说 我们 有西藏的朋友 新疆的朋友 你看 昨天我们很感人的一个 就是一个是 白夏老师的 圣学转发的 一个他做的那个 我们那个 新疆那个小伙子 小伙子 那个小伙子 其实点击率都上万了 结果变成什么 就前面几句 只有大概不到是 几十秒钟 是清楚的 往后 就给故意放慢了 其实他们那段讲话 就是一新的据来题 是很中间的 很感性的讲述 然后 在推特那 不是你的社会记录 就是在推特 他们给放慢了 曼尔过算了 其他所有的都没有 但是那儿的点击 就非常之高 我们最大的一个点击 是2.2万 是数学转发的 当然我后边等不定 不知道不能进 就说 我们这个会议 我们今天在这边 包括昨天音乐厅的人 是最多的 也没有那么多 我们前前后后 来了走 来了走 大概就是一百多人 但是呢 我们在网络上 就一个推特就 最多2.3万 就说我们 现在关注力最多的是 孟伟伟 我们很多那些独立 这个评论人都在做 我说是记得最近很懒 在那去做这个 我知道 只要是一个最新的事情 比如说 有一次我也 就是这个 袁路德我们在一起合作 这个自由中国的时候 后来我突然发现 上一次他说这个 万维说李武一 没上春节 后来我就突然跟他联系一下 他是能够采访 他直接给李武一打一电话 原来李武一没有酒驾 他不会驾车 也没有这件事 然后我立刻就做一个 李武一没怎么样 结果立刻点击好几万 其实这叫追那种潮流 但是今天我们是这个 10月10号 今天 这个庆祝我们这个 中华民国 其实这样 中华民国并 辛老师的意思 并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是我们每一个心中那个 自由民主的那个中国 那么我们东北有 我不是东北 都没有一块水是有圆的 数字有坑的 我们可以注意有一点 比如说前苏联 包括波兰 捷克 你发现他们自由民主独立的时候 比如苏联 前苏联70多年的专照 一垮台之后 他们升起的是什么 他们那时候的一个三色系 他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极致 甚至我们呢 在这边的许多神父 我跟他们中宗教 中宗教俄罗斯也在那 我也跟中宗教这个 Godfather也跟他聊过 他们恢复他们的宗教性 恢复他们的一切的一切 那是什么呢 那是道徒 就是有一种 但我们中华民族呢 也得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只知道今天呢 我们说对中华民国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过去了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 我们今天这时代 我们许多人 我们许多那些著作 比中华民国那段的 民国那些知识分子 超越多少 强过多少 我们的诗歌 我们乃至一切的一切 都没有过 好像有一个时代影响我们 白岛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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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之名 什么聪明证 我读那些诗歌 可能就欲卑为悟 我读相 什么笑 什么笑 咋了一句 这些诗歌 那些蒙诺诗也感动了 最后什么结果 蒙诺诗人的一个 整个蒙诺诗的编辑者老母 最后都弄过脆弱 然后最后变成满大街上流浪 找都找不到 最后 半绑架 半弄的给弄回中国了 这里有人先生的功劳 也有这个王先生的功劳 他们给弄回去了 弄回去了 怎么样呢 那天人家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是我美国的朋友 他们是北大的校友 参加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 老沐还养得很胖 出现文章 而北岛什么样呢 回到了北京 他自己诺贝尔和我们奖没有得到了 文学奖得不到了 都让莫言得到了 回到北京 在北京网报上 弄一个动画文章写的 然后还参加什么上线队的什么 给那些青年 你就想一想 那理想情怀呢 你比得了革命党人的任何一个吗 你比得那方清流 民国的清流的任何一个吗 说之际怎么比呢 那我们说回到民国 就是那时代的那点清智 我们能继承多少路 我很高兴的 就是说我们 我们在欧洲的 我周围的许多有一些朋友 我想办法 就找跟我宗教信仰相近的 这些朋友 跟着我最久 支持的最多 为什么能坚持久 因为他们清楚 中共就是大红龙 我跟他走得太近 吓敌 我跟他有点妥协 还跟他怎么怎么样 说我们有灰色空间 都下地狱 是这种方式 所以说这个 我们下个一本时间呢 小刚 小刚要 你刚刚以前 要讲一讲 那请你过来 好 好 介绍我们这两天的会呢 这个主题 大陆和台湾 这个自由民主 其实我们两天都没怎么谈台湾 今天呢 正好是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 这个 生日 我们就顺便谈一谈 不过呢 这个比较 比较惭愧 我呢 不是民国后人 是共匪后人 哈哈哈 父母都是 共产党 而且是标导这个 三 1936年 才叫共产党 那么所以我从小 还有共产党的说话 这个红旗下 呃长大了 这个对这个过去历史 是完全不了解了 都会被共产党的 这个 要洗脑啊 就完全是 可以说 这个在我们这一代 就前面的历史 完全给抹掉了 那么我出国的时候呢 但是当时因为也是自己 和社会的一些 不同的原因 慢慢被关打 呃 这些说辞啊 产生了很多的怀疑 啊 后来最后决定了 这个地方 中国这边 不是那么常待的地方 就要有点 要福根自由 就出国 这个 这个1987年出国 但是我出国那一天呢 正好就是双十 啊 那个 我在陈陈陈出来的时候 人家就有一个朋友说 你等到过了 这个罗湖之后坐火车 看到那火车沿线 好多国民党旗 比较奇怪 那已经是这个 以前 国民党的这个 后人到台湾 他们这一天是 正好是双十节 啊 我就出来看真的是啊 这个 挺有点处 那出了以后呢 慢慢慢慢对很多历史 开始有更多的了解 啊 包括抗战史 包括这个 这个 县政史 发现越来越的 这个共产党对我们 这个欺骗 实在是太有点 啊 呃 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像这个 谁啊 这个 这个 民国的精神啊 讲到宪政 其实 中国不是没有 机会 实现宪政 包括抗战之后 我们中华民国的 这个宪法 叫四六宪法 是吧 看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资料 这个共产党说 国民党要打内战 啊 国民党委国大 怎么怎么样 后来看到原来那个 国大 共产党也在参加 而且 当时 是 蒋介石做了很多很多的推荡 因为当时这个 这个宪法那个 呃 起草的这个叫做 张 张军 张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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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了很多的 这个 教授的 方式哈 使得这个宪法就是又在 国民党的这个 呃 原来的这些 口号啊 这个什么 武权宪法啊等等这个这个 这个意思 但是呢 又能够符合现在的一些理念 能够被这个所谓的民主党派 就是第三势力 啊 包括共产党接受 当时 这个 讲到 周恩来看的这个说 哎呀 你这个是写的太好了 太良心了 但是后来就为了争 在这个 联合政府中的席位 啊 这个 呃 所谓的这个 这个民盟 和共产党联合起来 一定要超过这个 和国民党能够 呃 有 取的话语的那个旗位 结果呢 这个 就要退出 实际在这个之前 国民党里面对这个宪法呢 张农曼的宪法 有很大的反弹 但后来被讲解 是压下去了 讲解是说 我们一定要通过 这个 一个民主的宪政 所以实际上是想 国民党做的很大人样 不 但是共产党为的就是 一个 一个席位的问题 进口退出 然后把这个 整个的国大 说成是伪国大 然后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 他们在很多地方 就是这么一个命令 凡是国大代表 一定要强力 这个县长 民国县长 一定要强力的 所以这个 张农曼也讲他 他祖父 是这个 国大代表 如果是没有投入去的话 这个是 真的是没有 所以这个台号 凡是参加了 国大的那些大派 包括这个 张军迈的大派 包括他都被 说成是 障伴 就是这个 就是完全是完全 但是 当时看了一下 如果当时 这个协定能够通过的话 中国真是有可能 实现现了 好像在这个之前的分裂之前 王子东都说了 我们要 怎么样 准备搬到江西去 把这个撞到 中央什么 江苏什么地方 这个是非常有机会 实现一个宪政 但是很可惜 他在 中共的这个野心之下 这个 十一天老是说 国民党来的 其实共产党在肯定是这样 讲的这个 抗战也是 最近因为 共产党又在 准备在这个澳洲 举办这个 鸿沪 示威队的这个什么演出 然后我在这边有查些资料 以前老是讲 这个 国民党 破坏 破坏 抗战 完军 老是打内战 不打 后来看了 历史不是这样的 这是相反了 但共产党老是讲 这个 这个瓦南战 瓦南事变 但是瓦南事变 前两三年 瓦南事变大概是 新四军被消灭了 九千多人 在那之前 共产党消灭了国军 好几万人 其中有一个非常出名 我就在 为了这个 鸿沪示威队的这个生活 就是他们讲的 有一个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 抗战英雄 东北人 叫做夏同 他的 他的 他的母亲 后来被称为双枪老太婆 游击队之母 虽然双枪老太婆 这个不是共产党人 是一个 东北人 毁家 救活 几个儿子 他的亲属 有好几十人 抗战 为了搞游巨队 游巨队 游巨队 垮了 再重新建 他自己也被抓过 那么他的一个儿子呢 在东北抗战非常有成就 后来呢 到了华北 又抗战非常成功 他的队伍呢 从几十人发展到一万多人 后来呢 被党党觉得 这个量非常大 这个内容针 从哪边谈 这个 彭到我来挺谈 然后呢 他也后来同意了 就收编为八路军 但是呢 很快 八路军就把他的指挥权 给 拨走掉了 他非常郁闷 最后呢 他带了几十个亲戚呢 就 离队离队 到了同性 这个万丈空相 这个万丈空相 这个什么 这个万丈空相 万丈空相 大家去欢迎 包括 什么宋姓铃啊 宋美铃啊 这个实验内的那个 万丈好多名愿 也包括这个 周恩来的 我叫的 邓尼超 邓尼超 都去欢迎他们 然后后来呢 这个 国民政府呢 又委任他 为一个少将 少将 回到这个 吉他器这个地方 重新组流击队 结果在路上 被共共产党命力 袭击 全部杀死了 三百多人 而且全部 被俘的全部被 活埋 包括他的妹妹 啊 这个后来呢 我看到的带群发的 一个东西 他是 采访到当时的一个 碰手 他说当时那个人 就是几十年都忘了 让人心情 但是也女学生 被扶的女生 抱着她的腿 说这个就职业 求的杀命 都是全部都被困满 然后共产党 拥有承认这件事 一直到共产党 建政以后 那么这个部队 有念如日的部队 也有贺隆的部队 所以我准备这个 在 在这个澳洲 转队红 整部队红队 我要提这个事情 贺隆是一个不抗战 但是装着打抗战 英雄的 有碰子 恐怖奔子 恐怖奔子 这个是就是 政治共产党 发展发动 共产党对民国的历史 对政治的历史 是在什么抹杀的 非常非常的 那反过来讲 那么现在呢 确实那台湾的这个状况 一方面它是我们中国人 能够实行民主的一个典范 但是台湾的状况 非常非常令人担忧 不单是这个国民党人 他们讲台湾国民党 这共产党的渗透呢 在台湾非常厉害 其实当年 共产党能够赢得国共内战 很大的就是渗透 他们在共产国民党里面 渗透的各个层次 包括这个万全 包括这个什么国防部 这么高层次 它现在呢 在国民党里面渗透的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 在这个吸取这些教育里面 是非常非常大 我以前在时间看了电视 这个台湾电视 这些人非常嚣张的 这些人说这个什么大陆这么强大 我们到大陆去看 怎么这个什么拿东西一扫 就停车都不用交钱了 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你们还要去对抗大陆 我想那怎么大陆这么强大 你就像他投墙了 你就做他努力了 这这这道理不通的呢 那么所以这个这个是非常担忧 所以我们确实有这个责任 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像 刚才是讲的 我们去要保护我们 华人现在唯一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这个党派我不在乎 国民党也好 这个民进党也好 这个民进党也好 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个在台湾庆祝的 可能是中华民国的国庆 这个民进党执政 他们还是庆祝的这个国庆 中华民国107年 这一点 那么对于未来呢 我呢是这么大 首先我们有这个责任 要让台湾的不管你招野哪一派 要认识到台湾的民主自由 能够平时下一个前提 是中国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 中国大陆一天不民主自由 台湾的民主自由 就一天受到最严重的威胁 这个是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 那么至于未来呢 我不像不是非常担心啊 这个什么台湾独立或者什么独立 老实说我第一次来欧洲 我这个时期到法国是第第第第四次到巴黎是第三次 他今天的两次 他第一次是198 1998年第二次 我第1998年时候呢 还没有还没有欧元 但是我一个感触就是 一过去别边界 连都边界都没有 最多一个牌子 这个是那种啊 这个是那种可能货币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他在来往非常自由 如果将来的中国 或者中国的周边地区 不管他叫什么 人民可以自由的来往 现在你看 昨天早就有出国的时候 大家到台 到香港都能接点 到台湾都能接点 现在到台湾也不是完全自立 我们说 如果哪一天 我们华人也好 其他人 我们自由的来往这个边界 我们自由的居住 那么这个国家 这个块地方叫什么名字 就是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有什么不同 老实说这个对这个什么主权 其实呢就说最关心的是两种人 一个呢是这个大独裁者 他希望他的控制的地方愈越多愈好 一种呢是小独裁者 生怕别人找他们的地盘 对于老百姓 在法国也好 在澳洲也好 我们是选举的 地方政府是选举的 州内级的政府选举 联邦政府选举 他们互相不是上下的关系 我们从这个州到那个州 从这个市到那个市 今天在这里住 明天在这里住 现在在欧洲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住 明天在那个国家住 那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 都是一片的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现在在欧洲 现在还使用欧元 那钱都不用换 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府 这个我为什么非常强调 我这个税是交给这个政府 他想的那种政府 所以我觉得呢 只要民主自由了 那么对中国大陆也好 对台湾也很多 就别的其他的这个民主地区也好 我们能够自由的来往 我们可以和睦的相处 那么对于我们来 还是一个天堂 谢谢 哦那个顺雪啊 我想刚刚待会你们要 要去见人 啊 然后你们走的时候 这个向大家 因为我们要 待会要见一个 重要的一个 好你们向这个 让大家这个 到一个别 啊 因为之后我们要有期待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 这个 再次告别了 亏你们 也是 当然你们还 可以再次 再次 这个 那个 就是用江老师找人留那号 我可以给你 好吧 啊 你要留 要他的号码 啊 啊 这给个名片就行 你要找不着他都找我就行了 啊 啊 都有都有 啊 嗯 国民党 共产党 共产党 什么说这个 亲共反共我都有 都有 啊 啊 没有没有 啊 啊 就放在这里 啊 啊 好 我们 大家都是这样 来来走走 啊 来来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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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尽快了啊 好 这个 尽快了啊 好 这个 尽快了啊 啊 我们下次还会见面呢 啊 我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网络 就是天涯特别 哈哈哈 哦 这是微信 您下次的注册呢 WhatsApp 我们那个民阵的那个主要的群呢 都在你WhatsApp 叫我告诉你 这是最安全的 啊 啊 那个下面呢 这个 我们请这个香港我们这个朋友啊 谈一谈这个民国的想法啊 我们简短啊 一般的就是十分钟以内啊 啊 其实我们家呢 跟这个民国的奄怨很深的 但是呢 我是国内的反革命后代 我 我是依旧民地出生的 这是听讲 这个事情也就够麻烦 是不是 从小呢 就是在整个环境讲的 第一呢 反革命事情 第二个是脱友平 这个名字很难听的 怎么叫脱友平呢 我父亲扎进去了 我后 小孩两个母亲要改家 后这就没法找到 那么多了 如果不 不 嫁一个呢 成本好一点呢 到时就两个儿去 就会死 就是 那么我父亲呢 就是说 解放了以后呢 他跑到香港去山寺 轮箭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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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子中了才生了 中了骨 看 轮箭以后呢 那是我爷爷呢 已经到香港了 叫他回来 回来 地下活动 真的好地下活动 他真的是回来 人家 好地下活动呢 后来他就能被工厂那扎住了 人家他怎么讲呢 人家到 到了外边 逃走出来 你回来干什么 你不是来找死吗 好的呢 给他判了十五年 为什么判十五年 本来是判死刑的 因为呢 他跟蒋经国的表弟 盧盆的 是鸡马兄弟 所以看在这个蒋经国的份上呢 他是赔枪笔 五花大宝赔枪笔 你想 枪想呢 用十个人 倒下了八个人 你说他是什么心态 赔枉 赔枉 所以他到 他到以后 到香港 是他五花大宝的影子 到现在还没有 推定了 他今年刚刚去世 有时候都在大宝 知道 但是呢 也很看 为什么呢 他出来以后 反而是共产党 好 我是懵懵的 我是懵懵的 他说怎么叫共产党 好呢 因为文革训建 把他的老品 就是正位老品角杂 给他关在一起 啊 一起 啊 所以呢 所以他听共产党怎么讲的 他说你们这些把 人民分子反而是没事的 我们这些共产党里面的 习近平啊 这个事情就大了 党内斗争 把有报告搞得 你这个历史问题 加在时照会解决 他这样反而说共产党 你说混账 我混账 那也没办法 是不是 后来呢 到七五年以后呢 他作为特色的平反 特色解决问题 最后一边 国民党的县坛 就要拼管嘛 不是拼管 不是拼管 会拨公民就要让他找相反 他反而说共产党 那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 我没法讲 真的我没法讲 啊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呢 他那些跑到台湾去了 国民党确实也是 不是很神奇 他当时在那边 那些人那些军官说 你们回来 我们都会赔赏 当时都会赔赏 那么他80年去呢 当时呢 国民政府呢 不是说 你可以赔赏800万肯定 当时800万肯定 很厉害的 是吧 但是呢 一去呢 就是我们要等到大陆光辉以后 才能把这个资源给你 国民党也就是这个样 啊 所以呢 大家说 国民党怎么会 拜给共产党又怎么会 拜给民进党呢 就是他自己不争气 拜不到税 用不得人性 是不是 共产党确实是坏 国民党现在弄了 也去共共产党 去共我父亲 也去共产党 哎 我说 这个因为我说 本质上看来 这个共产党怎么叫好呢 是吧 我从小呢 就是说 这么小的孩子 就是走到那时上山下下 回到上海 上回到上海之后呢 那些黎维会犯会 就把我赶出去 说我们不安全脑中 思想不好 反革命 反正这个永世不得翻身 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情况 所以昨天跟我 我讲的情况 也就是这样 共产党从小就是在骗 包括我到了香港以后啊 82年到香港以后呢 看到的东西啊我 三十二岁当下 看到的全部是受骗 包括什么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刚才大家说到的商社协定 对签订以后 几天以后 共产党就把这个商社协定 撕毁了 是共产党先打国民党 不是说国民党打共产党 但是我们从小因为都是 哎呀 国民党不上路 签了协定以后啊 就好像变成解放军 去打了 当时商社协定 是在美国主事下 比如讲解呢 比如上方签订了 就是你们抗日战争以后 大家要复兴了 不要再去搞买搞去了 那么就是这位西藏朋友也知道了 他就签了什么17了 签了以后 马上就撕毁了 如果真的造17了 反省西藏自治了 西藏自治也还是 在中国范围里 不一定要独立 就跟香港一样的 香港就消失了 香港一回归以后 如果是真的按照这个 基督网中文党生命的精神 去换成了 那是没什么问题 有所谓的大 所以我们大家在这 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 做到大家都在骗 国民党到今天了 拜到这个程度 又靠我们来纪念 他不是去纪念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很丢脸 会失败 大家说对不起 我也就讲这些 好吧 谢谢张建筑 好 我们跟那个女士长 这个 你在巴黎这个事就干什么 那个 啊 我们老兄啊 这么积极 我们先先让那个巴黎以外 这一看都是古大都真的 都是沿线之后 现在今天是他生日 他本来就是我的楼上隔离的 他是中山隔离的 他是中山隔离的 所以这个今天 有广大王先见到一下 我来翻译一下 我来翻译一下 我就很好彩 我生在香港 虽然两个党都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爹地呢 就因为在大陆下来 所以呢 我来翻译一下 这个先生呢 他说他很天悦 他是出生在香港的 但是他在国民党的 共产党都非常变 我爹地呢 就是 都是国民党 他父亲是国民党的 所以你有个系统在那 但是呢 我在香港呢 就没有分了 因为呢 如果有任何的党呢 我是做警察的一陣子 就会查得很厉害 你先生呢 因为这个是警察 所以警察呢 他是不分党 他是中立的 但是呢 任何党派呢 如果天网需要查得到 他会不会去到处 所以呢 我就 自从警察之内 就没有去到台湾的 最近呢 在台湾有个 犯罪人口证 我才去的 因为我见过大蓝 我才去的 所以呢 这个李先生的意问呢 是这个原因 他必想去到台湾 而是他们退了 退阵以后 天网网人口证 在台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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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上 就是这样的 地上为人 人也都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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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有一个是 天网为公 只能攻得大 因为革命上就成功了 就是一个是进攻的攻击 在台湾的关系 如果进攻的攻击 在台湾下面的关系 就是天网为营 和一个营阵 这样才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 民主派的呢 是很多的山口 所以做不到一个同一个营 是没得谈的 所以你一定要 将那个营做得好 就配上天网为空 那就应该是最貼切的 多谢大家 他说呢 民主派的太多了 如果你山口 但是没有一个宗旨 如果不是 按照你天网的 这样宗旨 大家会允议去 是吧 他们的成功 啊 进攻的攻 地下为人 能遇到的的人 那么就是说 民主派的 以这个为宗旨 哪个才能允议去 如果你这样好 那个就在上司 是吧 这个人是 进攻的攻 对 嗯 进攻的攻 进攻的攻 这个刚才这个江老师呢 这个先离开了 那个江老师呢 别看这个90了 本啊 80多了 说有人说你们这帮民运呢 那天天就是不工作 然后这个每天就是 什么骗吃骗喝啊 骗开会 那江老师呢 是给别人翻译的 他有时候给我们 有些人是义务翻译的啊 因为今天呢 他是给一个 呃 也是一个就是 律库者去翻译啊 这是我们的人啊 所以说他 临走的时候不干扰大家 他说先离开了啊 这个 好 都等一下啊 这个 这个 小龚我拿我的卡 就是这卡就可以了 好 你给他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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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随着走随着要离开 下面呢 你走了 呃 这孩子怎么了 你们 你们 你们在外面 在外面 在外面 好 下面就是这个 给老杨啊 杨牧师 他也有感想啊 呃 过来 好 再次 这个 很高兴 呃 希望大家安静一下 我就讲那么 很松吧 呃 看到孙荣三这个画像 他说这个天下围共 我们今天呢 就然后再看孙荣三 在这个民主自由方面的 我想再翻译一下呢 孙荣三看他们信仰 大家有没有考虑到 他是很简直的 对不对 包括江东政府 就是说 那不是江东府 江介石 他也是很简直的 对不对 这个江东府呢 他有一个家庭故事 叫周华莲 周华莲 这是他的家庭故事 我上学的时候 周华莲给我上课 是不是 那我 我说这个 所以说我希望咱们中间这个人 咱们一面面的关注这个民主 一面他们的自由 咱们要关注孙仙子 对吧 还有蒋家 他们这个信仰位 对吧 他们是很虔诚的 这个基督徒 是不是 他的天下为公 怎么来的呢 他通过圣经死无情乱 第二章46节 那个当时呢 就是说 天下为公 就是 他是从圣经上来的 所以大家就了解一下 所以说 随东山呢 所以说 不管是他了 包括他太太 他太太的父亲 都是牧师 是不是 这个都 大家呢 可能要知道 知道 所以说 咱们还有一个什么 民主自由 这个我不反对 大家呢 你可以 对这个基督徒呢 你可以成为基督徒 你也可以不成基督徒 你有你的身份 但是咱们都发现现实说出来 对不对 我们知道 圣经上创生记 一开始 神创造的时候呢 六天创造 第七天安息 下一个时代 我告诉大家 是千千果斗时代 从人犯罪 到 人类真正进入到 恢复到 圣经一连元的时代当中呢 是七千年的时代 六千年已经过去了 马上就要进入 第七个 就是那种一千年 叫做圣经 叫什么呢 叫做千年果斗时代 也就是千禧年 是不是 千禧年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没问题的 但是我希望呢 你要真正关注你的命令 关注你的历史 请你 多听听圣经话 圣经上 在马太婚姻 五十二十节是这么说的 天能飞去 地能飞去 上帝说的话 一点些话 都不能飞去 这次都要成就的 你也可以相信 你也可以相信 包括奥巴马 包括美国总统 法国总统 好多这些 他们都得很浅成基督徒 他们都在关注什么 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自由 大家都已经看到 到底在哪呢 中共他的邪党 他的恶果 我们不贪贪 但是我们相信 神多数的话 神既说必算 既算必成 既成 必到永远 最后得胜者 一定是在那 上帝在一边 上帝他永远是 得胜者 便上帝祝福大家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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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的时候 在我们北京 然后他在临别的 那个有几个 什么 从治革命上会成功 从治永远 他还说了 对他的儿子说 我一生都在跟魔鬼 争战 但是我呢 今天这个账 还没有打完 我就离开了 他就把他一生的 从事这个民主革命事业 就是以撒旦魔鬼 在争战 是这样一个 我的一个老师 就是教圣经历史学的 叫李直刚牧师 他就在香港 他就临走的时候 在巴黎 我们特别课程 他跟我们上了一个月 临走的时候 我留了一本书 叫做《辛亥革命与基督教》 因为他是系统研究 看了很多资料 其中我发现 那里边有许多的 这个基督徒 其中那里也提到了 这个蒋介石先生 每一次打仗之前 也自己祷告 你要让我这次胜利了 我弄一十字架弄在山上 结果也没成功 但是呢 这个 我们看到我研的许多 这些我们有信仰的这些 历史先贤 总是能够做这些事情 今天我们在大老猪呢 来到我们当中 就之前给我们买红酒的 你刚才看到了盛雪的 是吧 我从来没像 他就推上一下 嗯 赵老猪呢 今天是中华民国 10月10号 是不是有什么感动没有 啊 老杜总统师还是唱首歌 听听听 好吧我们那个 老师 你讲两句吗 不讲 不讲 不讲了 那就是小韩 就小韩之后 我们荷兰子也要讲一讲 讲两句啊 不然来着重远 小韩过来五分钟 好 然后两分钟就可以了啊 刚才我翻的推测呢 我看到了这个龚云女士 嗯 她是Facebook活跃的一个网友 嗯 几年前 去世之前 几年前呢 交流比较频繁 平时呢 她是 她的父亲 是 是这个国民党的老兵 国民党的老兵 退到台湾去的 嗯 然后她出生在台湾 她作为她身份背景来说呢 然后她就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到大陆沦陷区 到中央那个官媒 然后倡导和平 然后这个 这个 蔡英文当选之后呢 不承认这个两岸共治以后呢 她就蹊跷的在北京死掉了 她就抑郁死亡 所以这个事情来说呢 一直 往各方面的媒体都消除拟迹 这方面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双世杰这个 我们 怀念这个人 她是倡导责评的 这七条死亡 这个 我问你 她是2016年死亡的吗 对 就是 她已经 呃 165年 165年 就是 蔡英文当选之后 一段时间以后 就是那个 一个 一个 时间段 对 这么一个时间段 这是一个 随着 我这次 这个事情引起我们注意的 就是中共 恐怖集团啊 我们要时刻对它保持一种戒备 保持一种警惕 我要轻易的相信它 我们要有这部 和谷集团 就像 我们声讨了 和谷集团 声讨中共 啊 这个就是一个 活胜胜的案例 唱到和平的 被暴力的 结果呢 被害死 被害死 年轻轻的 二十三十来岁 二十多岁 一女孩子 那么 蹊跷死亡的事情呢 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得不喜欢 这个中共 我们得做这个 不得手段的话 事情 好 我们我去谈那边 下一步 下一步 老朱上来 谁算了 有名排长 我不是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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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来 还没有 不用 你站在旁边 不是 我再给你 好了 好 好好 你这这 简单说两句啊 我从那边讲过了 可是看看推特现在就是网上 反正就是说 成了网上的世界 中国反正就是 真正的民间的话 说不了真正的东西 网上能说出很多的话 第一个现在网上我认为 咱们原来说的那五毛啊 七毛啊 也都归向于这个政界 因为他们你看 这个网上呆藏了 他虽然说替这个中国政府说话 行不 但是一看呢 诶 确实是从良心上来走过不去 所以好多人 你要拿了钱以后 为这个民族做事 真理 另外 最近我们也听到彭斯的讲话 韩国总统 我觉得人家 造出了真正的这个 有理有据啊 说出了真正的中国 自邓小平以来 其他的这些人 都没干什么事 这样公断了 对六四他是不罪的 但是改革开放是对的 但后边包括江泽民 包括这个 这个服务体抛 包括现任的这个这个 都没有跟上 嗯 实际就是政治改革 就中国就齐了 就差的一步就是 就是就是不做 而且在内上做这个 你说习近平做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角色 说难受吧 而且现在从国际上 国内上累不累 而且这个这个做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制度 早已经应该很符合 早已经应该去掉了 你去掉一切都情绪了 国家前进了 世界前进了 这个 和海湖庄园和这个 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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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川普 咱不知道当时说什么话 川普成为他的朋友 我想他也是很 亨利改革 可能是这个意思 咱当时这么想 我好想 可是到现在 失去这么长时间 做了这些事 所以说一点都尽人意 是不是 你一作为来讲 这个国家你看到这种现状 啊 只有民主这种力量 只有这个民选 选出来了 大家痛快了啊 所向披靡 共同发展 是中国和美国合一 进入世界大途 否则你就是暴力 最后 对不对 你看现在面临的 美国现在已经反省了 美国的一反省 原来是支持你 就是说 从经济上来讲 支持 改革开放 啊 包括现在外的所有的华人 啊 在这个外国 就是说 你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说的都实话 你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人也替你解决 是吧 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 替你解决 贸力上啊 这个 这个 中国的发展 你到时 你就像一个善良的 人 你成功的发展 你不能放 啊 你看我现在看 国内宣传过来的人 我考路过 你过来一提 你怎么发展的 啊 就我们自己发展的 我们靠中国特色发展 中国特色的 你不会是和外国发展 那当初要不给你投资 不给你解决这个 这个这个就业问题 不给你这个进行合作 贸易 你怎么能发展 当然你又自身的 邓小平的这个 当然就是 冒签下来 是大的 但是后来这个六四 是最大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事的话 就是说到现在 很清楚就是 改成了开放 政治体验 到你了就是政治体验 到你江泽民 政治体验 到你胡锦涛 政治体验 到你习近平也要政治体验 政治体制不改革 前进不了 现在就前进了 你管说没弄 就是倒退 不进则退 啊 我也不多说了 完全说这么 但实际 大家都清楚清楚这些事 就是 就是 就这么个事 假如我要是中国 这个主席 我也看这种情况 当然也有压力 但是要这么走啊 对不对 你当下当时邓小平 都冒多大压力啊 改革开放 对不对 这又成功了那段 我记得特别清楚 要 爱国的记得要进来 爱国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要进来 怎么能 承受得住啊 你看邓小平就气 改革了 哎成功了 他当时要是改革不成功 他两个罪恶 一个是说倒退 对吧 第二来讲 你看他属于篡权了 当然计划不通知 可是这个权夺了 对了 可是后来六次是非常的罪恶 这就是他的历史特定性 哇 但后期这些人一直没有在 啊 那就江泽民按照以前邓小平 改革开放的这些的路子继续走 但是也没有正确的感觉 啊 使中国发展 但是来讲 你看现在贸易 这个问题 对吧 贸易赤字 这已经超越了 这个这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东西 哦 所以我我今天就做老猪一首诗吧 啊 老猪怎么诗啊 这这这这这种环境的就是老猪一首吧 哎 哎 那唱首歌 前不是老猪很多吗 唱首歌也是 没想到 继续发挥 我的太阳吗 哎 来来来来一首歌 这个这个 来一首歌 半夜 掐着脖子 原来我每声唱的好 原来我每声唱的好 现在恢复 我们走在大路上 一起风华道具昂扬 冒足吸领导革命的队伍 毕竟站起奔向前方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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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越走越荒唐 向前进 向前进 我们没有了方向 我们越走越荒唐 我们越走越荒唐 要义人民分发奔强 亲恨皆受的智绣和山 没把祝货变成天长 向前进 向前进 今天终于看到了民族 向前进 向前进 美国就是 天堂 老朱就是天堂 第一又是中国 我们没有看到天堂 也没有看到第一 但是感受到 老朱有时候在船上改着一场 前面说挺好 我们荷兰的子卑 过来捡你去 我发现你的口才很好 都抽过我们那个 那哪去了 我们那刘伯博士了 他那是俗美的老乡 老乡 那你们老乡 那你们一般了 我们下来 下来 好 大家好 今天这个情况很好 我们都有一个 自由发费 我们里面的这个机会 我今天来讲的 就是这个 临时想的 这个天下围攻 因为有的时候 在网上 因为对于 心中担心的 这个东西 有一些主要说好 我今天就可能理解这个公子 让照我所理解的这个公 应该是 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式 就是大家是应该是 我们理解就是 是公平的 这个社会至少是公平的 但是现实中 我们为什么用绑部来要纪念这个时刻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还感受不到这个公平 因为我这里呢 我喜欢用现实来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这个话题 我呢 经常出差 然后呢 我就喜欢观察一种 各种现象和事物 经常出差的话 就可以接触到很多 内心的人 我每一次 我到北京南站 我到广州火车站 我看到门鱼 大大小的那些背包啊 那些那些东西 我就在想 我说这些收藏的 这些搬运的这些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无非就是破被子 破锅碗 破瓢盆 然后我又有的时候 我又看到外国发过来的一些信息量 哇 日本人啊 这么干净 在欧洲人活得那么优雅 所以我们为什么连这些锅碗瓢盆 我们都舍不得扔呢 那我就想 哇 是因为我们舍不得扔的原因是 我们的未来我们看不到希望 我们还恐惧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我还得要画 大定大的价钱来买这些东西 哎呦 我就觉得说 哎呦 我们中国人活的这个生活挺像太差了 于是我就经常跟人家聊天啊 聊天我就 我就问 咱 我就能感受到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恐惧中 无论他的光位有多大 无论他是做生意的 无论他是小财小贩 只是恐惧的内容不一样 比如说啊 比如说啊 那些做生意的 他哪怕只有一个月 他的生意不好 他就开始呢 哎呀 这生意不好啊 我这好像 这生活就 下一步怎么办 那那那感受到那 全给业的都睡不着了 你这种感受到 那么那些白银呢 那些公布鱼 那些白银那些 那些职 那些就是说 中国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中国人 哎呀 现在倒退品质这么差 我们好像都倒退到现在 您世界上最垃圾的名字 我们都比喻不了 啊 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数字原因 真的很多原因都会出现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 其实一个国家啊 主导这个民众的这个数字 我们的来源信息量太少了 我们来源信息量都是从哪里啊 从我们的报纸 从我们的电视台 然后所有的那些王八蛋 都在上面讲 哇 要你们要做什么 他最后一发现的话 他们比我们更无耻 更无奈 那没办法呀 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要生存啊 那怎么办呢 我和你们理解 有的人说 哎呀他连厕所的纸都摊 都哼哼的要长回去 他为什么要长回去啊 他上面太大的 我就只要下面 占个小便宜呗 那所有的民族都会这么想 所以这个社会啊 包括文化跟人之间的关系 都在说追求权利啊 追求金钱啊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权利和金钱呢 我常常跟他们说 是因为我们没有保障 我们唯有通过金钱的关系的话 我们想在别人面前抬高我们的身价 我希望我有钱 我穿得好 我有地位 对 然后别人就会尊重 我们是用金钱和权利 来到别人对我们的尊重 当我有钱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钱 我的权利 来延续我的生命 整个社会现在就变成了这样 于是在这个竞争的这个过程中 那我就相互踩它嘛 每一个人都想做人上人啊 那人上人怎么做呀 那就只有把别人踩下去 用自己来抬刀嘛 然后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社会 我们都在无需的状态下 就变成了现在中国人 走到哪里 都有中国那种不稳定的行为 其实说实话啊 我们中国人呢 是善于在教育投资的这一块 是很值得出钱的 但是五元的时候我就说 我们投资的这些教育 你看每一个家长都愿意 哪怕是花自己家里 大部分资金把孩子送去培训啊 为什么 我们培训的其实都是反方向的 他永远都是给你 小学五年记的东西给你看 你投摸不了你的思想的那个高度 那我们的教育 教育最后培养出来 就是在轮回之中 有个好工作 好工作 然后就有个好职业 好职业的目的就是 让别人来尊重我 社会高一点 然后买房 然后就卸入了一个轮回当中 我们社会现象就变成了这样子 我们的教育也就变成这样子 他永远都是给我们看一年级的东西 二年级的东西 甚至翻着花样 就是不让我们看外面的东西 就是不让我们看外面的 这些 偷着人的优雅 日本人的那些 那些好东西 我们看不到 不是中国人不愿意学 不是看不到这些东西 我们的社会现象就变成了 现在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哎呀我们中国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感觉到 哎呀我们走出去 我们都不愿意成为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海外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呢在这里 还对外外的一些法律 也要说出去 我们首先要学习 我们自己的这个是非的判断文明 我们有的人说 哎呀你这能量怎么负能量这么多呀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世界没有正能量跟负能量之分 我常常跟他们说的是 我不存在有正能量跟负能量 我告诉你们的 你只能够反够 这属不属于事实 我告诉你的是真实的东西 它不存在正能量负能量 它就发生的就是发生的现实的东西 它发生在过去我们叫历史 它发生在现在我们叫现实 我们能如何来避免 未来会再重复这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呀这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不关心 我们没被关心 包括很多基督徒也常常对我说 哎呀我们只祷告 我们什么都不用管 无论是上帝也好 是人属信仰的这些人也好 难道他要求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就变成 把这个祸害 把这个地球祸害掉 把我们的人心祸害掉 然后基督徒说 啊我在天上有天堂 上帝说在地如同在天 我们每一个人 我不说大家哎呀 全部要勇敢冲上去 我要做什么呀 什么呀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 可承受文理 说真话 寻求真相 历史 是需要你学习的 为什么 我知道啊 西方人啊都很注重历史 他为什么要注重历史 他就是为了 为了避免将来再重复历史的过程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要学历史 看现实的东西 唯有这个世界 变成公平的世界的时候 那你才是安全的 每一个人才是安全的 好了 我就说到这里了 好 这个组队拿过去 去找这个 这个 这个 我待会给你 那个 感动很深啊 这个真的是 我 怎么是高原 不是 上厕所 哎呀 这是我们的高原 他这个 我昨天介绍 他到时候 他最后把他那个 一栋房子卖了 他的老婆粘贴釉 所以他把这个房子卖了 干什么呢 就天天画六四的画 没多少人买 但每天在那个 就是靠近机场的 每天画 把我画的很丑啊 他每天画 他说早晚有一天 成功的 等六四民主胜利的时候 他这都是 就是无价之宝 所以现在 这个 这个我们在 还有 还有在旅 就是在旅馆 要有没有退啊 要退 都退了吗 都退了哈 那个 这个 老漫家 我不能讲 因为他这中文 不太可以 那个 那个 柳特军 那个 怎么着 有没有 那个 那就是我们那个 老兄 我说你 哎呀 你们这东西 你都是这样嘛 那就是我们大姐 我们就讲完了 就节骨了哈 哦 不是那这哈 我本来是要做一组结的 你这个 这个 12点 这个 12点 这个应该讲一点 你该讲五分钟吗 我 我对这段 真是不太明白 哦 不了解啊 那行了 这个 我们这个会啊 今天就结束了 我们组计一下 这个三天呢 我们一共是来了123人 走的来的 走的来的 我们这个情况呢 就是 按正常的 我们以前参加大会 都弄一情长 谁讲的什么 讲的什么 第一条 你是 以前他们都给我 先发过来 比如我专门讲什么 什么法国的 什么民主 民主运动 或者说现在网络民主运动 或者台湾什么问题 发过来 然后自己写完了 然后到那去讲 啊 顶多弄了半天 顶多讲15分钟 啊 然后下边很多人都听 我们这个优势呢 就是每天有新来的 新来的就讲啊 啊 没有这个带草稿 因为一拿草稿 一跟那写 今天我们还有一些解决说 我又不会说话 我写出来 我就是站这儿 不用草稿 说的都是 凭爱心啊 凭着自己的信息 说诚实的话 啊 所以说我觉得 我特别高兴呢 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就是说我们发到推特上的 我们一些很好的讨论 一些很好的可以能接受的 现在最多的也是2.8万在推特上 啊 我这两天我没有没有推我的 YouTube上 YouTube上他们去转载很多 啊 我们还有在国内的我们好几个群 他们这个黑海用 KPo群 你知道吗 我们在KPo群 我们有很多房间 几十个房间 尽管每天都封呢 但是还有人在那儿 才去做 然后我在I speak也有 啊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一个软件 也有 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会议 啊 很小啊 没有那么多人在这儿 它覆盖率是很高的 但是我这次最高兴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 这个准备 我也做一个宣告 就是说 其实我来法国十几年了 我参加民主运动 17年了 参加民主运动也十几年了 啊 后来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第一个 我在去教会的时候 啊 只有那个亲共的教会 啊 只有每天那个脱离实际 面对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面对中国社会 这些危难 他们连导告都不导告的这个 这样子教会 所以说我们今后会在巴黎 我们今后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们成立就一帮 反共分子的教会 大家不会这么叫了 就是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有一个门徒叫 西比特 这是干什么 是每天扣别两把刀 在圣经上他是什么 奋锐的 他干什么呢 他是专门暗杀 啊 啊 他是专门暗杀这个 我讲话 你也说话 那不行啊 不能再说话了 你们在怎么着 在留电话吗 他是专门是这个暗杀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犹太人奸细 就是真正的所谓的 我们说的是什么 是这个 迷运人士 耶稣的十二门徒里就有这样的一个 迷运人士 啊 所以当耶稣遇上困难的时候 被人围捕的时候 他拿出刀 光一下子看 把对方的一个耳朵砍上去了 但是耶稣说 要把他耳朵按上去了 啊 说这不用这个啊 而且说有两把刀就够了 那我们这帮人 你想想我们跟他们怎么混 我自己读了那种神学的教会 我宁愿跑到柬埔寨深山沟里 丛林里 和那些稚嫩的 贫困的孩子们在一起 我能找 我能感觉到 所以我付出一点 他们知道感恩 而且在他们身上 我能感觉到那种爱 我去那个盗田里的时候 我就看我们吃的 节目债大米 而这些孩子放学的时候 我就教他们没有几个 然后说老师好 老师再见 那种感受啊 那我们在这边 我想我们那么多的 从事民主运动的朋友 或者说有这种影响的朋友 我们会建立 我们这个教会 然后从这儿 我们其他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去帮忙 那么就这帮奋锐党人 信入基督的我们 要建立这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有民阵的平台 有很多 我们这次不是民阵的活动 还有其他的平台 我们下次呢 都互联网能够联络 就无论我们在海角天涯 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能做事 我曾经去过一次德国 那个有一个朋友 介绍给德国很大一个报社 就说要采访一下商店 然后那德国记者说 他离开中国十几年了 他怎么了解 后来我们就坐在一起 我说我跟祖国的距离 就是我和电脑的距离 一臂之遥 随机悟庭啊 做了很多的推特节目 就是我和祖国就是一臂之遥 我的电脑距离 然后昨天法广啊 包括自由亚洲 还有其他的这个西方一些媒体 随机为什么跟我人心很多呢 就是我们掌握的信息在海外 我们透过我们各种自媒体 各种其他媒体 多得多 包括对王健的这个了解 对包括现在这个孟学伟的了解 我想告诉你 那为什么玛丽女士 这天来人讲这么多 我们还有一个西方的朋友 可以讲这么多 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多 更多 还有很多背景不愿意去说 这就是我想我们在西方自由世界 我们能够做到的 能够把国内的这些朋友的真相 传给西方 把我们所在的国家各种的 帮助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这些力量 整合起来 去支持国内 我想大家呢 你觉得我在一个小小的国家 那我们就联合在一起 我就大姐那WhatsApp还没下来呢 到时候我们下来 就好不用微信啊 微信就说给共产党去 那WhatsApp是我们一对一的 还有其他一对一的 好吧 那个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那么结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 大家鼓掌一下吧 好 好 好 所以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 那个大姐您是去车站吗 我认识是南部的车站 是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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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